哈喽哈喽 萝卜报告啊 然后我们今天要聊的车呢 是这台本田全新的零派 说到零派啊 那个你应该不陌生了 这款车呢 应该是专门为中国市场而打造的这么一台车啊 一说到这儿 肯定很多小见朋友沸腾了啊 这个车在国外是没有的 血统不纯 但其实在我看来啊 就我开着这台车 我真心挺喜欢这种专门 为中国消费者喜好而设计制造的车的 为什么这么说 那你说中国消费者比较喜欢什么 喜欢尺寸稍微大一点 就是在同级别的车型里面 然后颜值高一点 空间大一点 配置高一点 内饰显得豪华程度高一些 对吧 这都是中国消费者的一个诉求 那你看这台全新的零派 外观 基本上看上去就是一个小号的雅阁 你离远一点看的话 前中网啊 车尾啊 都是那个范儿 然后整个车身尺寸呢 会比同级别的私欲 稍微大一点 而且它的这个车身尺寸 如果你搁在以前的话 那真的就 应该算是个B级车了吧 然后再有车内空间 待会儿啊 坐到后排 我真得认真跟你说一下 并不是说简单的跟你比一下空间 然后在配置方面呢 主动安全 这台车坐得非常的丰富 什么ACC啊 然后什么这个防碰撞 预警啊 车道保持啊 等等乱七八糟的 这些该有的都有 然后在舒适性配置方面呢 什么座椅加热呀 无钥匙启动 无钥匙进入啊 液晶的仪表盘啊 也都有 所以我真心觉得这个车 就就在这些方面是没有槽点的 呃 然后在内饰上呢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价格区间里边 10万加上10万出头 因为我参考老款的价格 因为此时此刻 我试这个车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全新的这个零态的定价是多少啊 但是在这个价格区间里边 内饰都能给你用到这种皮质缝线的工艺了 这个挺难得的 而且还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仪表 给你用的是全液晶的 而且这个指针在模拟的时候 它是没有残影的 所以在这个价位啊 我会说一下这个事 如果是在稍微再贵一点的车 那这事就可以不用提了 呃 人机交互系统 以前呢 仪式本年的车 人机交互系统 我总会吐槽说 哎 他为什么要把功能按键都给做成这种触控的 甚至连音量都是触控的 但是在这台车上已经都是物理按键了 用起来的流畅度呢 也没有问题 我真的这台车 我没有什么对于这些方面的可吐槽的点 哦 对了 唯一一个就是这个座椅 居然不是电动的 这个是我不太喜欢的一点 然后在内饰方面呢 储物空间 所有本田车的内饰储物空间好像就没有太差的 巨大的中央副手箱 然后前排的这个杯子架 还有这个位置的这个储物的小槽车门等等等等 这个家用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呃 然后再说到这个驾驶啊 驾驶质感方面呢 呃 这台车的噪音确实是控制的比较一般 尤其是在加速的时候 就是因为它排量比较小 所以它会把转速拉高 那这个时候引擎舱呢 就会传进来 很多这个引擎转速的噪音了 那这确实也没有办法 底盘呢 是明显偏舒适的一个调校 那跟它的这个动力表现呢 也是比较匹配的 呃 还有就是方向 方向我会感觉稍微的重一点 然后刹车系统呢 用起来是没有违和感的 但是在这呢 也得额外说一下 因为它的这个助力泵 换装的是一套博士的i-Boost的一个助力系统 就即使在车辆没有着的情况下 那它的电动也可以去驱动 让它有这个刹车的助力 啊 这算是一个进步吧 再要呢 就该说到它的动力总成了 啊 动力总成呢 装配的是一个1.0T三缸的 无伦增压的发动机 变速箱呢 装的是一个CVT的变速箱 呃 不过在这啊 一说到这个1.0T三缸 很多人又 沸腾了 说啊 三缸机肯定会震动 呃 针对这个事啊 我就不说我的感受了 因为每个人的感受的标准不同 我直接做了一个小试验 你就相信你的眼睛就OK了 如果你实在还是好奇或者质疑的话呢 我强烈建议你到CVT店去亲自感受一下 就是这个震动 你是不是能够接受啊 呃 但我得说一下啊 就是如今的三缸真不是当年的那个三缸了 因为确实我也得承认一点 就是当年的奥拓的那个三缸 还有夏丽的那个三缸 的确是给很多中国消费者留下了一个 不太好的印象 因为那个震动确实比较明显 但是这台车的三缸 或者说现在整个这个17的1.0T的三缸的发动机 做的就都还OK了吧 因为这是大趋势 你没有办法去逆着整个政策去做它的发动机的 这没有办法 因为现在你也可以看到就是市场上的1.0T三缸的发动机是越来越多了 所以我强烈建议你自己去感受一下看能不能接受它的这个表现 然后这台发动机的最大输出功率呢是122马力 最大扭矩呢是173牛米 我呢也去做了一下实际的0到100公里毫升的加速的测试 但我用的不是D档也不是S档啊 而是挂在这个L档下 实测的时间最快一次是10.5秒 最慢一次是11.1秒 那其实要说起来绝对对得起它的这个发动机的排量了 日常驾驶是OK的 但如果你特别急躁的那种想激进驾驶啊 那不好意思这台车满足不了你 然后我日常开着这台车呢 我会把它挂在S档下面 因为D档确实我会感觉有一点太佛系了 我接受不了 挂在S档下 整体的这个动力的响应啊等等等等就都OK了 然后再挂在S档下 我这几天一直开着它的油耗表现啊 得说一嘴 前两天有一次我开着这台车去京港 堵车堵到什么程度呢 就我媳妇坐在车上已经开始直播了 然后这一路大概20公里的路 我开了可能得有一个半小时吧 还是一小时二十分钟啊 我也忘了 在那一次我开出了9.4升每100公里的一个油耗 然后这两天呢 我来公司上班 我走这个连事路嘛 基本上是反高峰 那不堵车的情况下 这台车的油耗是5.4升 所以综合一下你可以参考 我觉得保守点说9升油或者说8升多 应该可以搞定你日常综合的一个驾驶工况的油耗了 基本上这个就是这台车在动力啊 还有在前排啊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个感受 然后呢 我就该去跟你聊一下后排了 可能搁在以前啊 这后排我也就跟你比一下空间 而这台车的这个后排呢 我必须坐到那好好跟你聊一下了 这台零派的后排啊 就我现在这么一坐进来 因为不是上车下车的对比 我很难去说到底跟雅阁谁会大一点 反正这台零派比起雅阁的后排空间绝对是不吃亏的 所以在这个价位里我觉得真的是有竞争力 因为它的轴距是比这个思域要长的 所以看来在优化的这个程度上确实是很明显的 然后腿部空间我现在做好了啊 比一下一拳两拳 还有这么大的一个富裕 翘关二郎腿完全没有问题 做好之后呢 头部空间一拳 或者保守点说吧 四指 而且我的这个头发梳的还比较高 你受了吗 然后在配置方面呢 后排的出风口 然后在这呢 还有两个USB的接口 而且都是2.5A的这种USB接口 那记得在试雅阁的时候吧 很多媒体老师都吐槽 后排没有USB接口这件事 所以这台零派还是那句话 针对中国消费者的喜好 去研究过的 然后在这啊 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亮点 看起来挺普通的一个富裕箱吧 你可以再打开一下 然后把前面一锁住 那这就变成了一个很牢固的一个小桌板了 如果你是带孩子坐在后排的话 你知道有多实用吗 因为我带着我儿子 平时早上起来喜欢去Lowson吃早点 那是一个超市 平时呢 我们都是在后备箱上站在那吃 而在这台车上 我们就可以开着空调 坐在这个车的后排 利用这个小桌板来把早点吃完了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怎么想出来的呀 这个好像我在别的车上没有见过 然后通常情况下 我要是想解决后排小桌板的问题呢 都得上淘宝去买一个挂在前排座椅靠背上的这种桌板 才能够解决 但再折起来 视觉效果就会受一定的影响了 所以这个大大的赞 然后在这还得说一个瑕疵啊 就是这台车的后排座椅的靠背是不能放倒的 但是它呢也有一个补救 就是在这呢 会有一个小的隔板 这个隔板是可以打开的 如果你真的是一些不很宽的长的物体的话 你可以贯穿在这个位置 另外呢 在这就是你把手伸到后备箱里之后 在后备箱的后面这个位置 还有一个隐藏的储物格 你受得了吗 反正我觉得对于两类消费者啊 男性消费者 如果你在这去藏一个手机之类的 应该不会被人发现的 因为我觉得不会有人去这个位置找东西吧 然后对于女生来说呢 如果你有一个包想放在车里 不想拿走的话 那其实放在这个位置也是OK的 当然了这么来干 我是强烈不建议的啊 再有呢 就是这个车的座椅的柔软度 非常的柔软 甚至都有一点那种大沙发的感觉了 我觉得这也是特别讨好中国消费者的一个做法 后排坐起来非常的舒服 所以综上所述啊 就是这台专门针对中国消费者来打造的车 我觉得它真的是把中国消费者研究的比较透的 这么一个情况下 然后来做出来的这么一台车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的 真心不错 然后再有就是关于这台车的价格 此时此刻我是不知道的 但我也打听了一些小道消息 就是它比起老款的零派的价格是有所下降的 好像起步应该是在9万多 然后最顶配的车型应该是在12万多 那如果真的真的公布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价格的话 那其实我觉得挺有吸引力的 真的 OK了 那我们这次的萝卜报告就到此结束了 拜拜 在这还得吐槽一个点 但我不知道到未来这个车量产之后是不是还这样 就是你看到它整个后备箱盖板下面的空间 有很大的一个区域是富裕的 那你为什么不能给我一个储物格呢 就是那种泡沫的储物格 然后再有就是换备胎的工具 就这么直接扔在这 这样一颠 这噪音是不是也不小啊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可以改进的点 然后值得表扬的呢 就是在后备箱的这个盖板的下面 都有这么厚的一个隔音棉 这个是在同级别的车上不常见的 反正希望这个车在量产之后啊 这个小瑕疵都能给改掉 因为我们这台车 你也看到了它的这个林牌了 是一个测试车的一个林牌 所以我也不知道未来它的表现是会有没有进步 然后还有啊 就是这车 它是没有自动大灯的 不过经过无数次 我下车忘了关大灯 直接锁车走人的经历之后 我告诉你啊 这大灯 其实你就一直开着就OK了 一锁车过几秒钟自己就灭了 你看灭了